大家平安 我今天要分享我的故事 然后我把我的故事 定了一个题目叫做 上帝美好的计划 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大约在我国小三四年级左右 就是我的母亲有很大的改变 她开始比较不是那么要求我说 成绩一定要很好 但是她就是更重视我的品格 跟信仰生活 我们不论大事小事 都要学习凡事倚靠神 在我国中时期最大的事情 就是基策 就是要考高中 除了好好的复习读书 然后当然就是祷告 就是一定要的 成绩出来之后 就是我 就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 怎么考成这么烂 真的是烂到爆炸就对了 然后我不知道到底是谁 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念 景文高中的应音科 然后我想说好吧 我的英文也没有很排斥 那我就去了 我不知道景文好不好 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考进来 然后我不喜欢这里到高二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更多的同学 带了同学来到教会 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更要好 然后我们在学校聊教会的事情 我们在教会就聊学校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会聚在一起想说 要怎么样邀请同学来教会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就是神把我放在景文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三年就是很快就又过去 又面对了我高中时期的大事 就是考大学 然后这一次就是比国中还要更惨 我的升学就一直一路走到这里 其实我很挫折 因为我总是问神说 就为什么 好像我也都有祷告 为什么没有神机 然后为什么我想要的学校 上帝你没有给我 于是我在中国科技大学 就度过了一年 到了大二上的时候 就是突然有一个很强烈很强烈 很强烈的念头 就是我一定要转学 大一的时候也常常 就是常常也有想过要转学 然后我就跟我妈讨论 然后我妈就说 你要转什么 我不知道耶 然后她就说 那你现在想不到你要转什么 我说嗯 她说那就不要转 我说哦好 然后就没有转 这次就自己来先做功课 我就上网查 有什么学校 然后可以转什么系 中国科技大学离我家很近 但是我知道世新大学离我家更近 所以我就先打开了世新大学的网站 然后她还发现 就是有什么传播学院这种东西 然后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然后那时候我就先查了一些功课之后 我就看一下系 好像这个不错 就是定了那个科系 之后我就跟我妈说 然后我妈一开始其实没有很赞成 可是我就很坚持 然后她就先帮我报了 但是我报完名之后 已经十月快十一月了 一直到考试的时候 其实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 然后那个时候我查了一下 她要考的科目是电视概论 然后我就找了朋友借了那本书 然后开始看 那这么后 然后我从第一章开始看 自己规划进度 就越来越看我就觉得 这一定不会考 然后我想说还要考什么呢 那段时间后来 我跟牧师师母稍微讲一下 我要转学 然后牧师师母非常鼓励 然后有一天师母就把我找来 然后他就跟我说 就是他帮我祷告转学的事情 上帝告诉师母说 就是要看考古题 就你看考古题就好了 然后我就去把近五年的 转学考的考古题都拿出来看 然后就一直写 然后不会的就上网查 然后记得好像那一阵子就 我觉得是一个上帝来的感动 就是跟我说你要去看今年的 金钟奖的过程 然后找一些就是有争议性的问题 你就要把它看熟就对了 然后那一阵子刚好就是 综艺节目有一些问题 那我就去研究 然后去看一下 好事的那一天 我拿到那张考卷的时候 它就是深论题只有四题 一题二十五分 结果四题里面有三题 就在讲金钟奖 然后就是在讲五宗献 然后什么综艺节目 然后那时候当下想说 主啊我觉得太开心了 好像我觉得我从来没有 要考这么好的感觉 那时候觉得很紧张 因为最后有一题就是 我不会写 因为就完全没有看过 然后我就很诚实说 这题我不太知道 但是应该是什么什么 那个广电系 它是只录取五名 然后那时候报考人数有三十九个人 那其他系都才什么录取五名 然后只有十一个 或者是九个人报考 那时候我会觉得 很没信心觉得 我应该考不太上 因为我在考场的时候 其实有看到很多人 他们手都有个很厚的书 他们很明显都是有去补习班补过的 然后我完全没有 而且我准备的时间很少 放榜的时候 然后我打开我的手机 看到那个放榜的资讯上面写说 我是第五个被录取的 觉得我真的不太可能 后来跟师母分享的时候 师母说五是一个恩典的数字 回想我为什么会决定 我要考试新大学 广电系 那时候不是很确定 他是做什么 知道他跟电影 或者是跟拍微电影相关 是因为那段时间 我在中国科技大学那一年 就是课业很轻松 然后很闲 然后那段时间 刚刚好教会媒体的事工 又开始兴起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 教会正有需要 然后也正在做 因为我很闲 所以我就也可以帮忙一起做 然后我发现我对媒体 对影视产业有兴趣 所以我才很确定很确定 我要考广电系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上帝要给我我想要的 好像才是一个美好的计划 现在想想觉得并不是 就是上帝 他为我们预备的美好计划 是神 他就是良给我们 就是这样 不管你觉得你经过了这一路 会很辛苦 或者是你不能理解那段 那么不舒服 那么辛苦艰辛痛苦的日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上帝 他要借由这些事情 然后更多的磨练 让我们成为一个 合神心意的器皿的一个过程 就是当事情来到的时候 不是先埋怨 而是更多等候神 因为他真的有为我们 预备一个最美好的计划 谢谢大家